再接受新的提问了 所以说感谢大家的提问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要把这个节目呢 按照我们的编辑 对我的最新的要求 对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节 那等于这个小节呢 如果起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就像黄立平那样的 刚刚来听我节目的这个人呢 他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泪 第二呢 如果呢没有时间听我们今天完整的这个 将近三个小时的节目的这个观众呢 他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节目哪些内容最精彩 他可以听哪些部分 所以我最近最后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呢 我把这个我这个作用啊 是我们编辑最新给我的最新指示啊 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讨论的四个话题 在四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这个季先生呢 给了一些bonus 给了一些tick 就谈到了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因为季先生来自香港吧 每次我都要问他一些关于香港问题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这次他提到的最新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香港的法官对最新的这个 港版官网披露出来的啊 特首指派这个审理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这个事情呢 公开提出批评啊 那么林郑呢 反过来去批评这个法官 但是我想寻求这个林郑是不是这个专业意见啊 反击人家这个法官 实际上今天说的是啊 他是有政治的一种反击啊 是这么一种意思 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啊以为啊 这个 北京指派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呢 在某个意义上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抓了人之后啊 这个人呢不会送到北京去审判 但是季先生说啊 中国官方真的把所有的漏子都堵死了 说不排除极端情况 在特殊情况之下 北京还要保留对这些案件的啊 处理的权限啊 所以北京啊 把这个香港这些所有的出口啊 啊就是这个在法律上的出口 基本上要堵死 就是前面的这个小TS啊 这是第一个 那么主要的话题 第一个呢 我们谈到了习近平潜伏了七天啊 媒体说这般低调不是他的性格 那么季先生谈到呢 就是说呢 啊这个可能是媒体的猜测啊 变成了一次重大新闻啊 主要是基于习近平啊 在武汉疫情期间和北京疫情期间 两次消失啊 对这个事情进行追踪报道啊 季先生有一种感觉就是猜测 变成了重要的一个新闻 并且呢 根据这种猜测呢 得出了一些啊比较大胆的一些结论 实际上基先生说这个结论是啊 这个推理是不够严谨的 另外一个呢 他说啊 确确实习近平啊天天喜欢亮相啊 那么最近呢 他可能是没有多少这个重大行动 所以他就不亮相了啊 这也是他的一个看法 另外一个他还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 从武汉到现在啊 领导人对自己的防护都做得比较好啊 没有领导人中招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惊人的一个现象啊 倒霉的 基本上都是韭菜啊 领导人啊 没什么在这个疫情之中啊 很少也会做码子的啊 这是一个这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实际上谈到的是 这个高层喊话啊 发简报啊 被踢出美元支付系统怎么办 这个高层的指的是 中国证监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副主席啊 他呢 说现在要开始对这个 一旦中国的企业和银行 被踢出了这个美元市场的话 我们应该做一些准备 这些准备呢 不是心理上的啊 是一种基于实际行动的 这样一种啊 准备 那么我们纪先生提到 这个当初这个建议呢 啊 这种踢出去的这种交易系统呢 华为制裁的时候就被考虑过啊 那么我们的嘉宾也 补充说 实际上四家中国银行 已经享受了这种代目啊 就是这个啊 一种加入嘉宾的补充啊 那观众的补充 那么纪先生说呢 我们我们的这个 嘉宾啊 提问的时候 观众提问都提到 就是说这是基于这个 企业和银行被制裁啊 那么这个国家要被踢出 这个美元支付系统 这个可能性的比较低啊 这是这个 因为涉及到美国的 国家信誉的问题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金城提到香港实际上是一个啊 人民币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窗口 可惜北京呢 好像没有那么珍惜啊 现在在香港这么做 嗯 最后呢 方这个方方这个新方的这个先生呢 他要用人民币国际化来解决这样一场危机 但是呢 这个国际化啊 大家提到我们的嘉宾谈到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他有很多问题 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这个贸易协议真的很悬啊 美国最大的鸽派 穆布钦开始谈跟中国的脱钩啊 这个东西主要是谈 纳瓦罗最新的一个讲话啊 前后不一致 他又来啊 澄清最后呢 没有澄清好 反而让舆论进行了更大程度的猜测 那么我们的季先生的分析呢 啊 他认为啊 这个贸易协议啊 现在确确实实是成了川普先生的一个包袱 但是呢 这个川普 这个究竟能拿这个贸易协议怎么样啊 这个答案呢 可能要到十一月大选之后才会有最终的一个答案啊 因此呢 季先生说这个贸易协议的命运要跟着选情的情况啊 边走边看啊 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 那就是谈的中国和印度的这场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 我们关注的是这场冲突的最新啊被关注的经济后果 那么啊 那么啊中国的这个在印度的市场上的这种利益顺差啊啊 啊华为在印度市场的命运啊等等啊 啊 那么啊 季先生说就是说啊 现在中印不是打仗的时候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啊 莫迪在为冲突降温 两国也在为冲突的降温进行斡旋啊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如果从经济上来谈印度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或者反制的话呢 季先生有个观念 就是中国啊和印度在经济上的这种交往啊 太深 印度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啊也太深 那么呢 如果要全面脱钩呢 一时难以做到 印度呢 抵制中国的产品呢 也有相当的难度啊 这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分析啊 这是我们今天啊 讨论的四个话题的主要内容 季先生啊 你还有补充吗 没有没有补充 那个很好 那我觉得以后也不要受我这个限制 有家有有有有有有观众要发言 应该让开放让他们多发言 可能这个也是和平先生的初衷 嗯 他的初心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民进 来 那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我们的观众实际上也是矛盾的啊 如果我们随时把观众加进来呢 我们有些观众想听完整性 他不是想来听你插手提问的 他不想听这个 他主要想听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对谈 有一个完整的节目 他们是这种心理啊 那么有些人说呢啊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热闹啊 互动啊 这个角度 那么我们可以随时接接接听这个节目啊 那个中间打出来电话问题啊 这个东西拿这个节目的可能有破碎性 但有些人觉得这个热闹啊 这是两种 虚实 那么现在我们的角度呢 有的时候我跟和平先生做节目的时候 把这一个话题讲完啊 我们 然后 开放 开放了出来 对呀 那么我今天给你的方式呢 是把这个节目的内容呢 讲完以后让大家开放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可能啊 我开放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发言提问 但是等讲完了之后呢 突然哪个问题呢 把大家带动起来 哗啦哗啦的这个提目的人一下出来 所以啊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还要 做一个机会主义的把握啊 这样一个 一个情况 如果当场有很多人提问的话呢 啊 我们有时候也会提一些问题进来 但是 像今天这个节目四个话题比较紧啊 你讲的比较多 那么最后实际上 观众的提问是最后被带入进来的 而且是 一个激发的一个一个激发的一个进来 所以说之后讨论就很热烈啊 就这种情况啊 那么那么今后呢 我们会更加灵活的掌握 让我们的节目呢 又有连关性啊 又有深度啊 又有激烈的互动啊 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节目 嗯 好的 谢谢你 节目呢 已经结束了啊 感谢今天这个观众的收看啊 我想呢 如果我们明镜火拍啊 这个节目呢 不被限流的话呢 我们的观众是很多的 我们的观众的次量是很高的 这是我老陈啊 在这里做节目啊 这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啊 我们能够贡献 而且也能够吸收啊 更多的知识的营养 那么我最后呢 在节目结束的之前呢 给大家做过广告 今天下午的三点钟 我跟陈晓龙先生要做明镜编辑部节目啊 那么我要 我们要实际上啊 今天我跟陈晓龙先生讨论的节目呢 跟大家刚才关注的话题有关系 那么就是啊 如果川普先生啊 连任到底是美国人自服 还是美国人自不信啊 这不信啊 因为博尔顿的书里头有这么一个假设啊 如果川普普干一届 是美国人自服啊 那么美国人现在的灾难啊 还有可弥补的可救的啊 如果川普干八年 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会有灾难 那么我们要对这个 博尔顿的这么一个猜想 或者这样一种判断啊 进行一次讨论 那么陈晓龙先生呢 要对这个问题的进行讨论啊 有这个喜欢陈晓龙先生节目的人呢 啊 请下午三点钟来收看收听明镜编辑部节目 好了 金先生啊 感谢您今天辛苦了 参加我们的今天大新闻 感谢大家啊 收看 感谢观众啊 最后呢 谢谢导播制作 我们下周的今天大新闻再会 好啊 再见